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民代陈培渝今年6月 呼吁台当局文化与教育部门将闽南化证明 7月18号台当局教育部门正式公告称 为配合台行政机构语言发展报告函示 展现推动所谓语言一致性 将台湾地区推行于10年的 所谓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正式更名为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不只是将闽南语改为所谓台湾台语 台教育部门还要求书面用语中将客家化 改为所谓台湾客语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22号受访表示 台湾民众其实更关心民生议题 民众其实更关心包含缺电的问题 人员政策物价居住的问题 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 这种自嗨式的阿Q胜利法 其实就是在同温城里面取卵而已 全部都是去中国化的一个棋手式而已 下面可能还有更下线的 它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你自嗨一下而已 岛内舆论还指出 闽南语是中国地方方言 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据统计全世界使用闽南语的 有七千多万人 不止大陆和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 也有华人使用闽南语 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操弄文化台独的招数 一出接一出 除了在课纲中大肆去中国化 荼毒台湾学子 还传出要将台北故宫博物院 更名为所谓华夏博物馆 将台湾方面陆委会 改名为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 以及为台湾华航 台湾中华职棒改名等 民进党内部还召开座谈会 提出所谓公庙染红说法 这些举措让岛内民众 也是大跌眼镜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曾表示 无论是闽南语还是客家化 都是中国的地方方言 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民进党当局搞所谓证明 不过是其处心积虑 推行去中国化的又一闹剧 改变不了深植于台湾社会的 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있기时的相机 那么当然 感谢观看